這裡就一個 這裡就一個 這裡就已經放到豬康 以前的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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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豬康 六七個 四個四個 都會豬康 以前的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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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協波走到碉堡的路途 參與勘察 郊西軍事坑道 作為觀光休閒使用 當地民眾 與郊西相公所 和國軍代表等一行人 大約十分鐘的時間 很快的就進入 日據時代的 軍事戰備碉堡 整個藍兩瓶都看到了 那豬康在這裡 對 有座嗎 好 我們總統的豬康 這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好 各位主委 我們今年都看到了 所以說以前 我們兩個 日本四大 這個太高 裡面 有個太高 沒人嗎 這下 這以前都會燒頭 都燒頭 都燒頭 這邊也可以 這以前都燒頭 這以前都有燒頭 都有購物的便囖 都有洗的隧道 都燒頭 它現在都燒頭 放下來 你都燒頭 你都燒頭 我去想要 要燒頭 這之前過的五花 這面 這應該是燒頭 這都燒頭 這都燒頭 這才多 這走進來不明明 這都是一條 這都燒頭 這都燒頭 這都是燒頭 這都燒頭 這都燒頭 這也燒頭 這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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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各 afterward? 當專員都是吉祥 你是香港即將哦 哦… 那、是李小堡 對啊 beforehand 還有 台灣豬油 有台灣 这里是许多住在郊西乡 无沙村 龙潭村 山边一带居民小时候 共同的回忆 对于坑道内的网络 大家都相当熟悉 武乡 你只是军民园儿 这是过次的房 我们在澄厕 这边之后 在澄厕 龍壇 平路很多耶 因為這一段就是 你坐坐看 這裡是平路喔 這很大隻 所以代表你說這個出去就是 龍壇 平路張湖廟再過 山下那條路 山下路路路 平路我坐你看 要有安全帽 沒有啦 還有安全帽 走出坑道後 在高處更可以眺望 蘭陽平原地景 可說是一處平時 可供在地民眾休閒 散步散心的好去處 假日時更可作為觀光聖地 江西鄉長張勇德 特別邀請國軍 共同討論開闢江西鄉 山邊碉堡觀光休閒使用的可行性 有關於這個隧道裡面 這個裡面的設施 既有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鄉親還有來的遊客的安全 這都是我們 日後我們要評估的一個部分 那我 剛才在報告裡面 我有提到 我已經跟我們名利代表 地方的村長我們進去過兩次 這個高度蠻高的 比我人還要高 那矮的部分 要蹲得進去 因為大部分的 有些石頭已經遺跡 那日後我們 如果你們同意的話 我們日後的工程費用 可能也要花一些錢 那最主要 這個地方 我在我們公所 觀光所這邊 包括我們代表會 都認為一個 都認為有一個開發的一個價值性 那大家也知道我們 郊西所有的景點 已經有很多 讓我們再增加我們的景點 我相信日後 對於我們縣民 還是我們全省各地 外國來的遊客 都會來這邊 來參觀我們的 早期的日記時代的一個碉堡 我還是認為它有 具有觀光的一個價值性 江西鄉公所也邀請 國防部派員出席討論會 說明軍方的立場 平時的時候 平時的時候 我們是 只是做一個巡查 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那作戰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 優先把它開放來做使用 所以我們這邊 在這個軍團這邊指導之下 也是一樣會配合 這個我們這邊的 這個相關的要求 來一起辦理 江西鄉公所在聽取居民 以及軍方意見後 將向有關單位 爭取提供給公所 進行安全防護 及相關配套措施的規劃 包括入口意象 戰道 修氣廣場的設置等等 要營造出 郊西山邊碉堡的特色與亮點 活化超過70年的軍事碉堡 以及坑道 增加觀光效益